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是小戈子衣柱 集合了一堆 全部都是我今季去買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 可能在IG story經常出現 我經常穿的衣服在哪裡買的話 那就不要錯過了 我們現在立即開始 影片開始之前先跟大家分享 Casify已經全面支援和升級 iPhone 15的手機殼 因為這兩天 應該很多訂了新電話的朋友 急不及待 很想快點訂新的手機殼 所以我就放了一個觀眾優惠給大家 只要用我的Promotion Code 15DH在Casify的網站選購產品 有85折 新手機最忌是用得太開心 然後不小心一用 會跌 有什麼損傷心都痛 還有這次Casify是推出了 這個針對iPhone 15系列的 這個防護力十足 它叫Ultrabounce 極強防束手機殼 它是有六層的堅固防護 然後連內置鏡頭 它也是保護的 完全無死角 360度是全方位守護我們手機的每一個角落 這裡有一個極強彈力保護角 是結合了專利的抗壓力和氣孔設計 通過了10米的防束測試 這樣用新手機就不需要再遷就 可以非常之安心自在 而熱賣的強項防束手機殼也有升級 它的厚度和重量是減少了16% 我現在拿著同時間舊的手機殼和新的手機殼 其實都明顯的 超明顯它是輕了的 所以長時間你拿著電話 好像我這樣一天是12小時 13小時在電話中用的時候 你就會沒有那種重量的負擔 很清楚看到它是薄了 但是最重要是沒有了保護性 就算在2米的地方掉下來 都可以防護 日常用絕對足夠的 每一天是無限設定電話的 我自從用了這一款手機殼 就沒有爆過螢幕了 所以我的手機人生是不可以沒有了它 升級了之後 旁邊還有兩個小小的洞 是可以給大家掛飾物的 就好像這一條珍珠手機掛繩 是不是很漂亮呢 應該不少觀眾朋友是沉迷用鏡面手機殼的 它可以走到哪裡都可以照鏡 還有它也有旁邊掛飾物的洞洞 它們也支援MagSafe無線充電功能 說起MagSafe 我是極度強烈推薦大家試試這個 全新的磁力無線充電器 話說早前就是黑雨 然後一直下幾個星期雨 然後我不止一次打算充電的時候 一插電電線 就告訴我電話入了水 然後就不可以充電 你可以勉強的 但它有機會會壞 當然不搏 那我就一路一路感到它的生命線的中頭 我才是感到它更乾 可以充電 如果當時我有這個 是完美解決了這件事 還有其他配件 例如這個也是很有趣的 它是不用用膠紙、膠水 就這樣吸進去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手機的支架了 如果大家對Casify的產品有興趣 換新電話殼、買周邊的東西 記得用我的Promotion Code 15DH 是有8、5折的 好了 現在我們正式進入153小粒仔衣柱了 上身由這件開始了 在GU買的 完全無謂掛咪 這樣就要拿著了 它是白色的 有少少的棋領 這裡一直彎著彎著 是有一個木耳紋的 然後就是透視的 完全看到裡面是穿了一件白色的背心 除了白色我還買了一個綠色的 之前拍片都有穿的 它前面就是平的 後面是有一條線的 其實都沒有分前後的 如果你想要前面有一條線的話 都可以是調轉來穿的 因為兩邊的領領的高度是一樣的 可能有些人就說 白色好像很透,可以怎樣呢 其實你就可以加一件的背心穿在外面 這樣就會很大幅度減少透視感 這件我是很喜歡的 它很百搭 自己穿也可以 然後配一個背心也可以 你喜歡的話 外面是加一個背心長裙的 這樣就可以出街了 我下身是穿了一條灰色西裝褲 它也是GU的 應該是金貴的 它的質地是很好 因為它不是那種夏天的薄癡癡 但是又未去到秋冬的湧 總之大家可以去GU那裡看看 是我153完全不會拖地的 你穿一對的Air Force 它就不會碰到地下了 這條闊腳是非常之好的 它做到一個很直很垂 令到你裡面的腳形是修得很好的 但可能因為這個顏色和灰色不是很搭 看上去就有點怪 我如果是脫了這件背心 在大家面前脫衣 這樣你穿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利落很多 這件的話我會配牛仔褲 我現在轉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條牛仔褲 它是很舒服 是完全不硬斑斑的 現在我摺了 其實如果不摺 它也不會拖地的 我買回來的時候 它的長度也是非常適合小粒 這一條和剛剛的背心 都是Hello Mew T 因為我很不喜歡穿一些很硬 很厚 很焗的牛仔褲 這條完全是很舒服 很flexible 這件是不是很熟口臉呢 是拍越南購買的時候穿的 我是在68購買的 它在我身上 因為我上身比較短 就不會說去到很短的 不會露腰的 但是我現在拿出來 它也是 因為我胸對落就是腳的了 我的腰只有這麼噁噁的 所以它也可以遮蓋到 去到我差不多肚臍的位置 然後它的皺我自己挺喜歡 就是因為它夠闊了 它不會說拿著我的手臂 然後下身就是GU 又是GU 今季我是買了很多很多GU的 一條是索索褲 那些的工裝褲 我買了一個是灰色的 這個也是小粒仔 完全不會碰地 是非常之好的 我是極度建議大家買這個灰色的 因為我買了它的黑色 我是覺得黑色穿下去 它是會沒有那麼漂亮 直接穿給大家看 黑色我覺得它看不到上面的線條 如果穿灰色是會看到的 但是黑色完全是一坨 這樣我就沒有那麼喜歡 這個它裡面是不會透的 完全不會透的 是很適合夏天 因為極輕極舒服 是一點負擔都沒有的 所以我是很喜歡穿這個 是上次去越南的時候 上機我也是穿這條褲 是很舒服很舒服的 然後GU除了這條褲 其實買它之前 同一個質地 我是買了三條裙的 我帶了兩條過來 就是它 我在IG story post過很多次 我很喜歡的 因為它的質地又是那些 很舒服很輕 完全沒有負擔 然後它的袋 旁邊這裡 是有個位置 可以放到整部電話 對 這一條我覺得它那個 闊度做得很好 然後黑色 我不穿了 我換得很辛苦 應該大家可以想像到 還有也有個均綠色的 我也有買的 這條裙子和剛才那條褲 它們都是漲的 沒有扭的 所以它那個彈性是很大的 你看到還有很多位置 它是不會很緊的 是真的夏天都能穿的 長褲和長裙 然後我上身的這件T恤 就是在葵廣買的 其實它是很大件的 我一邊轉 還有的 它是一個很超級的 它都不差 真的 它是不會偷 我也覺得挺喜歡它 它這麼鬆身 穿下去是整個身形是修飾到的 好像很直 這麼闊的T恤 我還買了它 是Champion的 因為減價72元 你沒聽錯 是真的在Champion的專門店買72元 買了一個中馬 因為沒有細馬 斷了 不要緊 我自己穿這件的時候 都覺得很舒服 它都差不多這麼大件 可能短一點點 然後減價 我很喜歡買減價東西 大家應該知道 我就買了 UNICRO的一件 螢光黃色的背心 可以打底 一擺出來 我整個人 黑了 UNICRO 我還買多了兩條長褲 這條白色褲 腳褲非常搭配 它上面是有些很細很細的紋 它不是完全平的 不是那種很斜的棉褲 它不一定要穿T-Shirt 穿衛衣 好像第一件的透視上身衣 穿了出來 整個人走一些紋青一點 斯文一點的路線 它都穿得到 是可以搭配的 而且 也是 為什麼今天 我這麼喜歡穿不同的長褲 長裙 是想告訴大家 小粒仔153 是不會沒有選擇的 不用改的 全部都是不會碰地的 這一條它有少少透 但不是完全透了整個底褲出來 我覺得 你裡面是可能穿淺色的 不要穿深藍色 鮮紅色 其實都沒有問題 這一件我也是挺喜歡的 它很舒服 很輕 不會焗的 下一條 它的質地是會比較偏向秋冬一點 現在穿它是太熱的 但是實在太舒服了 很忍不住 跟大家要分享 因為可以先入定手 這一條 它是沒有很明顯的橡筋 是一個很平滑的 但是它的彈性是極好 然後 有一點點直紋的 它是那個垂墜的 做得很好 它下面 讓大家看一下 它是 都算直筒的 但是不會是超級闊的 比起剛才它是會收腳少少的 上身是NICO AN 它是一件中袖的洞洞 然後裡面是配了一個背心 然後旁邊是開叉的 是一起買的 它們是一套的 整個感覺是極度日系的 很舒服 我買一個耳密式的通 然後這條褲是很親膚 一摸 我已經覺得 一定要買的 但是 因為我經常 Mare Chopper的狗袋在這邊 我發現它是會起毛粒的 如果你不去 用袋一路磨它 這邊我是沒有毛粒的 它也是不會觸碰地的 對 小粒仔也可以的 最後很多人問 還有這一條的長褲 它是來自IG SHOP AANG 那間店 這條是我朋友買了 它好像不對 然後知道我喜歡 就送了給我 但是 本身它對我來說是太長的 現在是拿了出去改 那就剛剛好 那我把照片放在這裡 因為今天真的換了很多次衣服 這一條 它是不算很有彈性的 但是因為上面 那些直鑑 是做到粗又是比較不平均 是很隨性 是穿出來的感覺 是很度假 然後很舒服 好像去旅行的感覺 那這條大家因為很多人問了 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先分享一下 好累 搬來搬去 換來換去 現在整個人很熱 總之 希望大家會喜歡看這種小粒仔衣柱 今年的衣服 不是很斯文 那些斯文衣服 我還穿上年 很新正 所以今年 都是買了很多 隨便的 或者是一些 比較可以白搭的單品 我不是很喜歡買一些 是穿完之後 就很難再不停地穿 很容易認得的衣服 你會看到是基本的 但是容易搭配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看 接下來秋冬 通常我都會走回 比較女性的路線 會不同風格 夏天始終我都是喜歡出去玩 然後放狗 然後小島的生活 都穿不到什麼衣服 因為假期的時候 不是上山下水 冬天可以多些出去逛逛的話 那些衣服都會比較便宜 到時期待一下 如果喜歡這次的影片 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